据澎湃新闻,4月16日,多位成都市居民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问证四川反应,自2023年更换燃气表后,出现燃气费用异常上涨现象。 16日,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回复上述留言,称已将此事转交给相关机构进行处理。 一名市民留言陈述了家中燃气具体使用量。 该市民称,没换新表之前,家庭每月用气30立方,换新表后,月均独数60至80立方。 家庭人员以及燃气使用情况没有变化,用气设施没有增加。 皮肚区能源保障服务中心回复该留言称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,要求以贴燃气为介质的。 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,为保护用户用气安全,结合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及规程的具体要求, 对使用年限满10年的燃气表,应及时更换燃气公司出装的燃气表, 均经过国家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,强制检定,经检定,合格在气表上,粘贴检定合格标识,方可投入使用。